这条题现在说要我们编写一个算法 把数中所有的这个节点的左右指数 也就是左右孩子进行交换 那么比如说最开始是1,2,3,然后4,5,6 最开始是这么一个数 那么交换完之后 它的造型应该是 那么是5,4应该是这样的 对于1而言左右2,3交换了 对于2而言5,4交换了 对于3而言6和空交换了 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那它的思想应该不难想到 这肯定是用地规 地规那么我们每地规到一个节点 就把它的左右孩子给交换 每地规到一个节点 就把它当作根节点 然后把它的左右孩子交换 那这种算法 其实它这里说采用后续 其实前中后续这三种都可以 你先改变哪个的顺序都无所谓 因为总之它这里面是所有的 对于所有的节点而言 或者说所有的这个点 它作为根节点而言 它的左右指数都需要交换 所以你是先对左指数操作 还是先对右指数操作 还是先对中间的根节点操作 它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包括因为这三种便利中 都是先左后右 都是先左指数 后右指数 你甚至也可以先右后左 简单而言就是 LN2这三个字母 你可以D33 才等于6 你这三个就可以任意 次序的去排列 NL2 N2L L2N RLN 这都可以 不用非要拘泥于某一种便利 当然既然有比较好的 这种前中后的这种模板 我们就要善于加以利用 这条题采用了 它这里题目上采用了 后续的方法 后续也是判断 如果这个B是有意义的 那么就先看左指数 调用这个Swipe 再看右指数 调用Swipe 最后是当前的这个节点 当前节点呢 这一个常规的操作 用一个临时变量 临时指针 然后三步 三步Swipe操作 非常常用 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 那它就做完了 题目中要的这个操作 好 那这条题 是比较简单的 就讲解